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要鼓勵領域趕快生小孩嘛 那你自己呢 因為今天表現得這麼高 好像體力還是很好 有沒有打算再生一個呢 今天我覺得我自己 呃 體力 比上一次我在澳門開演唱會的時候 又更好一些 所以這就證明了運動的重要性 就是從跳舞的舞步啊 比以前更加的 穩當 對 唯一的就是說 他的地毯有點跟我的腳底 有點摩擦有時候 有一些舞步 並不是 那麼的可以再好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我認為從氣氛 從跟 呃 台灣這邊的歌迷的感情 現場氣氛 還有整個完成度來說 呃 我這一次是比較滿意的 嗯 演唱會如何鍛鍊身體 鍛鍊體力 嗯 要開演唱會如何鍛鍊體力 我開演唱會 我為了開這次台灣的演唱會 我每天跳舞三個小時 然後呃 有空 呃 的話 就馬上去健身 然後 呃 不管我在香港也好 在台灣也好 都keep健身 好像我今天 呃 昨天也有 也有健身 也有跳舞 嗯 嗯 當憲哥那一趴 失敗就有點失望 因為那個歌有 嗯 嗯 嗯 呃 憲哥那一趴呢 很高興能夠看到 小巨蛋的觀眾朋友們 也讓他們看到我們這邊 的情況 兩邊都很high 我認為肯定是 啊 中憲哥的氣場太大了 他中斷了我們的線 他肯定是因為他氣場太大 所以中斷了我們的線 但是呢 好在我的聲音好像還是可以在他那邊呈現的 嗯 那有沒有打算明天 有沒有打算明天欣賞憲哥的演唱會 明天啊 其實呃 我問問他還有沒有票 他好像賣光了 哈哈 而且我一拿我要拿好多張 你知道我我家人呢 那個女兒都來了 我問問看 哦 呃 但是說實話 家人來了這一次 呃 我想 帶他多看看台灣的風光 比如說 可以帶他們支持台灣的一些 一些美食啊 還有啊 泡泡溫泉啊 哎呀 都告訴你們我們去哪 你預計要沒有幾天然後去哪些景點嗎 呃 其實呢 我是給他們幾天 是我給他們幾天我的空檔 嗯 到一號 然後其實我接下來密羅緊鼓的 呃 再準備我香港的演唱會的鋪牌 因為檔期已經拿下來了 如果 如果沒有什麼大礙的話 主辦主辦方能夠順利談成的話 那就是明年三月份在香港紅看體育館 嗯 嗯 我完全沒有記得今天是我自己的生日 就像我完全沒有想我要我該在台上說什麼 因為因為因為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我我我已經把一切要堆切的東西我通通都拋開了 我沒有這些東西的鋪牌 不 自己的生日我是沒想也沒有想我的生日願望 我的生日願望如果能夠說出來的話 說出來的那些就是希望能夠 然後 紅管的演唱會能夠心裡進行我自己身體健康 然後 baby方面就 嘖 再加一個好不好 哈哈哈哈 再加一個 那我討論過什麼時候 預計什麼時候什麼 有 我正在努力說服他 嗯 比較想要男的還是女的 呃 我我都我都真的隨意 對 嗯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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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